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一线大咖来参演票房就会有保证 时间一长那么明星干脆就自己当导演去拍电影 这样不仅脱离了导演还可以名利双收 反正中国人独市场巨大 只要是明星哪怕你拍的再来也会有不错的票房 反过那些真正的导演拍的作品却越来越少 要是没有明星哪怕你拍的再好也会陪伴 前两年由吴天华导演的《白鸟嘲讽》 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当观看的人寥寥无几票房坦淡 最后逼得宣八方负责人 现身某直播平台又下跪 磕头的极端方式 恳求全国院线经理为《白鸟嘲讽》增加排片 有人会说看电影就是为了娱乐 只要能得我笑 让我开心就是好作品 当然这是电影作品的一项重要功能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电影作品 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品 就和音乐和文学作品一样 都有着提高国民精神素养的使命 也是一个国家艺术水平的体现 拍商业片没有错 那也得拍出水平来 不能只为了一时挣钱 蝙蝠侠 钢铁侠 还有复仇者联盟都是商业片